凭借在关键蛋白上的30多个突变氨基酸 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 一经报告就很快被数位组织定为值得关切的变异株 为了防发奥密克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11月30日起暂停外国人入境 此外 以色列、韩国等国也采取暂停外国人入境措施 一时全球紧张 那么奥密克戎的超多突变究竟来自哪里 会不会成为超级突变 现有的疫苗和药物还有效吗 奥密克戎是在南非发现的一种变异型新冠病毒毒株 据称在南非的新增确诊病例中 有90%的患者是奥密克戎感染 根据科学家推测 奥密克戎很可能是从一名 未经任何治疗的艾滋病患者体内 经过慢性感染期而产生的变异 而南非也是全球艾滋病患者最多的国家 有超过800多万艾滋病患者群体 其实 病毒的变异都有一定的频率和速度 但相比容易变化的流感病毒 新冠病毒由于存在纠错机制 频率和速度都要慢一些 什么是纠错机制 就是病毒在进行增值时 会根据亲代的RNA链一一配对 如果出现错误 会被纠错机制发现而进行重写 这样产生的下一代病毒序列 就会和上一代大致相同 而免疫缺陷患者体内 对病毒的压制和选择能力弱 并且感染可能持续存在 病毒产生各种突变都可能被保留下来 越积越多 最终形成了包含大量突变的变异柱 既然是由于错配积累和选择压力小 造成的大量突变 那么就不难理解 奥密克戎的超多突变并非都很关键 有些未点的变异是随机的 没有太大意义 有些可能会让它致病性更弱 有些却会使其致病性更强 目前来看 奥密克戎的感染能力确实增强了 例如 学界比较关注的N501Y突变 会使得病毒S蛋白与人体细胞 ACE2受体结合能力更强 好比钥匙的齿纹更符合索眼了 这种突变在α、β、γ、δ毒株中都有存在 此外 多种突变株也共同存在于一种与膜融合相关的突变 D614G当中 它能够促进病毒更容易与人体细胞膜融合 此次也出现在奥密克戎当中 也有不少突变会带来削弱的效果 例如中国食品药品鉴定研究院 网友春团队 去年在《细胞》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 一些突变体也会导致传染性降低 这些未典氨基酸糖基化的缺失 会大大降低病毒的感染性 总的来看 突变多和病毒变强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奥密克戎的变异位点当中 E484A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484位点的变异比较关键 是因为它可能会给病毒带来逃避 综合抗体的能力 基于此前的研究 这个地方的单点突变 即可以不同程度的逃逸多种 单克戎抗体中的综合作用 这意味着一些有针对性设计的疫苗 或者综合抗体药物的作用效果 或许会被削弱 不过药物的作用机制很多 并非都与S蛋白相关 相较而言 化学药物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 疫苗方面 体内的抗体种类很多 如果病毒的S蛋白结构 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就可能需要一个新的结构的抗体 来有效地综合它 在此前的国务院联方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首席科学家张云涛表示 灭活疫苗含有的病毒的抗原成分较多 相对来说 保护的广补性更好 对变异的耐受性会更好一些 可见 灭活疫苗产生的抗体更加多样化 而保持高低度的抗体 仍旧是避免病毒感染的有效手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